白關心天氣還有地震的最新資訊了 相信在昨天這瑞士規模七點二的主震 過後 現在很多人還是會有點擔心 確實余震又一直發生 臺灣地圖這邊 你看到密密麻麻一點一點的 都代表著這兩天曾經發生的余震位置 的確 我們統計到稍早的五點鐘 你知道嗎 昨天到今天 主震加余震有感晃動 有三百九十次那麼多 氣象署昨天有提醒 兩三天內都會有余震發生 還可能會有瑞士規模六以上 非常有感的余震 真的會有這麼大的地震再來嗎 這氣象署今天有分析了 其實至少現在看有一個好消息 余震四以上的規模慢慢減少了 這代表著這個地震的序列逐漸平靜 所以余震六以上會發生的機率是降低 但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九二一的經驗 余震還會持續好幾個月 甚至到半年 而且這個地震序列還可能有變化 還要再觀察 再加上我們臺灣轉為有雨的天氣了 來看降水圖就知道 封面過境的影響 禮拜六 禮拜日 這水氣都會明顯變多 特別讓人擔心 就是花蓮這個地方 現在好多地方都還在搶救 山區到時候雨下下來 可能會有很嚴重的土石崩落情形 請注意安全 溫度方面 北臺灣東部地區 我們來看 受到封面影響 雲氣變多降雨 當然就降溫 所以高溫升二十四 二十六度 而東部地區也是一樣 高溫二十六度 在未來幾天 中南部就不一樣了 天氣狀況其實還不錯 當然偶爾可能會下些雨 但高溫可能都還是可以來到三十度出頭 以上是這一節氣象